福特野马作为福特旗下的一款轿跑,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,多少年轻人会被他那批奔腾的骏马车标所吸引,当听到野马加油产生的轰鸣时,这种超爽的滋味,也让年轻人爱得死去活来,不行我要买野马,有没有听错,竟然要买一辆国内不知名不入流的野马汽车? 野马不是福特的吗?什么时候成了产自四川的国产汽车品牌了呢? 2016年四川野马汽车公司就状告福特野马轿跑对他造成了侵权,不但要求福特停止侵权行为,还要求他赔付一千万,哎哟,打个官司就能轻松搞到一千万呢,简直比卖车还来钱快啊 野马汽车这一招真狠啊,经过长大一年的双方的法庭较量,千呼万换中,法院终于判了,四川野马汽车有限公司,这一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上市的车企赢了官司,福特要立即停止侵权行为,并且要在官网发布道歉声明,赔偿款则改判为100万元,这样的判决结果还是比较公正的,毕竟四川野马用这个中文名字在先,而福特野马在后,即使四川野马名气没有福特名气大, 但谁先用谁注册,谁就拥有他的权利,看来,以后再看到野马就要改口叫他的英文名字了,Mustang 总觉得叫惯了野马之后,叫这个英文名字反而有些拗口,不习惯,尽管这个才是他真正的名字吧